女孩在平衡墓上练体操 然而她却不知道 有人偷偷在上面放了一颗图钉 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发生了 女孩踩中了图钉 在空中旋转720度后 失去平衡摔断了脖子 从这天起 每到晚上体育馆都会传出练体操的声音 学生阿伟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他从不相信鬼神之说 为了打破学校的鬼魂谣言 他和好兄弟阿强准备夜谈学校 可是等他来到学校门口 阿强却不在这里 这时阿强发来信息 说自己已经在学校里面了 阿伟只好翻过大门进入学校 两人在教学楼会合后 阿伟就拿起手机开始直播 他要和网友们一起打破鬼神之说 首先第一站来到传统舞蹈室 然而阿伟刚拿起手机直播 阿伟被吓了一跳 他以为是阿强的恶作剧 随后阿伟开始讲述起鬼故事的由来 从前有个男生收到一封情书 本以为是自己的爱慕者 没想到是同学们的恶作剧 他们围着他不断地出言嘲笑 还说他长得丑应该戴着面具 男生大受刺激决定报复他们 他将表演的道具换成了真正的道具 在表演时刺中了对方 而自己也选择了自我了断 之后每次有舞蹈表演时 他们都会看见男生和他们一起表演 阿伟拿起那把道具 他说每次表演前都有老师负责道具 还有演员不能随意更换道具 而且被刺中的男生也还活着 只是被道具擦破皮而已 就在阿伟准备离开时 墙上突然出现一个黑影 黑影朝着阿伟扎了过去 等阿伟站起身时 他的嘴头留下了一行鲜血 阿伟以为是自己翻墙时伤到的 然而就在两人走后 一个头戴面具的人出现在这里 接着他们来到了体操馆 女孩正准备练习体操 平衡幕上被人放了一颗涂钉 一套动作后女孩踩中了涂钉 疼痛让她在空中失去了平衡 从空中掉落后 女孩摔断了自己的脖子 从这以后 体操馆经常传来诡异的声音 而今天有两个胆生毛的男生 来到这里直播要打破鬼故事的谣言 阿伟说运动员训练前都会仔细打扫 不可能在平衡幕上有颗钉子 所谓的诡异声音 只不过是平衡幕热胀冷缩发出的声音 然而就在他们走之后 平衡幕上出现了传说中的女孩 他在身后紧紧盯着他们 随后阿伟又在学校逛了一圈 他说鬼怪之说都是子虚无有 我们要相信科学 随后他关闭了直播 然而阿强却对阿伟说 鬼魂是真实存在的 就在阿伟想要反驳他时 走廊里突然一片漆黑 紧接着前方亮起一道红光 阿伟以为阿强和别人吓唬自己 他走向前想要揭穿这个把戏 走近发现是一个传统戏舞者 他们开始在阿伟面前跳舞 身后的阿强叫他赶紧跑 阿伟这才发现不对劲 等他往回跑时被另外两个舞者挡住 几人将阿伟围在一起跳着舞 还好阿强过来将他拉了出来 两人跑到了体操馆 阿伟还说是阿强找人吓唬自己 就在这时有人来了 两人赶紧躲在一旁 发现是一个身穿体操服的女孩 只见他走上平衡幕开始练起体操 下一秒他就摔死在两人面前 阿伟这才意识到传说都是真的 就在这时 地上的女孩突然向他们爬来 两人想要跑出体操馆 卷帘门却自动关了起来 两人只好换个方向逃跑 就在两人跑到天台 传统系男孩一把掐住了阿强的脖子 每个学校都流传着鬼故事 经过一届又一届学生口口相传 故事的真实性无可考证 两个胆生毛的学生 在半夜时来到学校直播 想要用科学证明鬼魂并不存在 没想到传说都是真的 而此时故事里的鬼魂 正在身后追赶他们 两人逃到天台 阿强被传统舞者掐住脖子 在两人经过一番搏斗后 将舞者推出了天台 随后两人继续往前逃跑 还没跑几步阿伟就停了下来 他说他要下楼 阿强说通过那扇门就能逃出去 可是阿伟说什么也不去 而阿强此时拿出一块硬币 说要跟他猜正反面 输的人就要听谁的 还没等阿伟反应过来 阿强就朝空中扔出了硬币 阿伟想要阻拦已经来不及了 硬币落地后阿伟输了 他也想起了多年前发生的事情 原来他在这里也玩过财硬币 不过那时候他赢了 他让同学小帅走进了那个木门 可是木门后面有可怕的东西 小帅向阿伟求救 可是阿伟很害怕 他独自一人逃走了 而小帅从此就消失不见了 就在这时阿伟的手机响起 有同学让他看手机群聊 阿伟这才发现 阿强早已经出车祸死了 原来直播中同学们 一直打电话提醒他 可是他都视而不见 此时阿强也走进了木门 阿伟想起两兄弟之间的感情 两人承诺彼此都不会丢下兄弟 这一次他没有抛弃兄弟 他跟着阿强一起走进了木门里 完成了对阿强的承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要对任何事物抱有敬畏之心 喜欢影片的请点赞关注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